大家好,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二 先說昨天的YouTube節目比較壞 我上傳完後自己在電腦上聽得懂 但手機聽不到,馬上變陣,再放一次上去 但我豁著有聲音,大家應該可以馬上聽 但很奇怪地,原先那一個 去到昨晚的7點多,手機又聽到聲音 真是認真神奇,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的確診是14,068 持續地有一個向下的趨勢 另外有讀者可能不想等到星期四 想我講一講煤氣 大家看到今天煤氣下跌了十幾% 原因是他沒有派鴻股 就是這樣,其實派鴻股本身是 當年四叔,當然四叔還在 他是不想股價太高 大家知道當股價太高的時候,就會馬上變成領展 大家記得當時領展差不多到100元的時候 就在立法會備受攻擊 攻擊得最厲害的就是葉劉 所以四叔一向都會用這個策略 其實對於股東來說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意義 簡單說一句,你本身有100股 我現在給105股你 但是將股價除開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也不會影響外面 但是問題就是可能兩位公子不想 不想股價長期這麼低 所以就取消了紅 你看到他這兩年那個20送1 跟著10送1、5送1 你都看到他是徐少賺的 那麼這些對盈利是沒有什麼太大影響的 那麼你看到他那個盈利有倒退16% 其實是正常的 正常的,因為恆生都倒退17% 其實很多都倒退的 那麼主要有內地 他的主要就是因為內地有疫情 那麼煤氣其實基本上應該加了價 但是因為有疫情 所以就不方便加 但是已經說了 今年的8月應該很大機會會加價 那麼所以你問我 我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評語 因為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我不會因為他送紅股而買 也不會因為他不送紅股而買 那麼香港還是只有一個煤氣 反而內地的競爭是很大的 你看到講話是比較差 講話是比較差的 反而內地的競爭是比較大 那麼香港基本上是沒有競爭的了 那麼大家也都會發現你的煤氣費 其實雖然在中間說沒有加價 你如果深水清 你會發現你的煤氣費是加緊的 每一個月 他兩個月收一次 因為那些燃料費是加緊的 那麼大家也要預住熬貴電 熬貴煤氣都可以了 好 那就先跟大家報導了幾分鐘 那麼大家看到螢光幕了 那麼林鄭剛剛已經宣佈了 4月21號 那麼就分開 那麼還有整個月 分開三個階段 那麼就放寬一些什麼 唐食啊 康樂設施啊 戶外設施 那麼但是問題呢 就說 這一頭他就放寬 這一頭呢 他就收緊 那麼有兩個呢 是有機會收緊的 有兩樣東西 他打開口牌 有機會收緊的 那麼第一個呢 就說 如果你不打針的話呢 不打針的話 是沒有得提醫生 不止現在的疫苗通行證的政府議員 連私人診所都不行 那這個很大的問題 連私人診所都不行 第二呢 就說 之前停了那個強制檢測呢 可能會再出發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兩樣東西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特別是不打針 沒有得提醫生 那 我看了兩個報道 一個呢 就是NOW 一個呢 就是東網 那麼呢 那個原文是這樣寫的 就說 政府有意將疫苗通行證 擴大到私人診所 不打針 不能夠享用服務 那通常你享用的服務 都是見醫生啊 覆診啊 拿藥的啦 那你不會玩醫生護士的 對不對 那呢 最後 其實那個 那個 conclusion 呢 就說 你不打針 你是不能夠進入私人診所的 那呢 只有一個 exemption 那個 exemption 就說 有醫生的證明書 我沒有看到說 年紀去到多大 或者多小 有 exemption 兩個報道都沒有 他只是說 有醫生證明書 才可以豁免 如果不是呢 你根本上就是 不能進入診所 那 現在呢 很多老人家 他已經是被迫 打了針的 那 怎麼會被迫打了針呢 就是說 他要去政府拿藥 我在 七八年前 我去過幫我媽媽 去政府醫院拿藥 已經有些老人家 是拿了很多藥 那當時我四十幾 即七八年前 我四十幾歲 就見到那個阿姐 我想她七十幾歲 嘩 嘩 那個阿姐那些藥 我也嚇一跳 然後我說 嘩 你這麼大包藥 真是很大包藥 差不多好像順豐那些 那麼大包藥 那就是說 是呀 她說我有糖尿 有心臟 有血壓 眼睛又有問題 又有關節炎 她都是捉住拐杖的 所以有很多老人家 已經是被迫打了針 因為如果不是她要看私家 那她就在政府拿藥 大家知道很多拿血壓藥 等等 通常你五十多六十歲 都有了 其實基本上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還有些可以去看私家診所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連私家診所都看不到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有很多老人家 的確是不能打針的 剛才我說的那位老人家 我相信已經不能打針了 那為什麼這個林鄭 臨死前都做最後一擊呢 其實你看到她所有 在中間的防疫措施 都是沒有用的 你看到所有的都是沒有用的 如果有用的就不會爆到 最高香港是百萬多天 有用就不會吧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現在她已經是最後一擊了 因為五月八日 就已經會誕生下一屆的特首 如果正常她有得選的話 她也出來了 因為她是正在做的 基本上連任那些是最容易的 所以99.9%她是不能連任的 所以現在臨死前 最後一擊 她所有這些措施 就不是抗疫措施 那這一頭 阿爺已經說你要放寬 那這一頭來講 你叫我放寬的那些我就放寬 你沒有叫那些我就收緊 沒事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就是 其實主要就是玩你這幫香港人 那香港人有什麼得罪了她呢 你想想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有什麼得罪了她呢 最得罪了她呢 就是反送中 幾百萬人出來上街 加上之前行那些蒙面法 緊急法 這樣 這個報復香港人 大家都知道了 好了 但是最近 有什麼得罪了她呢 其實最近有很多新聞 大家有留意 其實就是 曲線地告訴大家 她這些所謂的防疫政策 全部是垃圾 其中一個 剛剛我們昨天都說了 她現在美其名 今天是沒有人相信的 就說 現在 將這個不打針 不能夠入私家診所 和政府 醫院 她說是保護老人家 好了 但是我們昨天都說了 明報就報道這個 醫管局的數據 醫管局的數據 為什麼會流出來呢 你要自己想 87% 死了的老人家 是打科興的 這是醫管局的數據 即是科興沒有用 87%很高 即是接近九成 打了科興是沒有用的 即是說 其他的那些 就是打復必泰 為什麼你還叫別人打科興呢 你是不是政府出來 即是需要出來解釋一下呢 好了 第二個 就是最近你看到許樹昌 和那些殯儀館就說 原來呢 死了那些老人家的數字 這麼高 有四成 未必是跟新官有關的 他是死時有新官 不等於新官令他死 政府不會查 我相信也落了命令 不給查 就當他是新官死 那麼最離譜的一個 就是他墮樓死都當了是新官 那就是簡單說 現在的老人家死亡數字 基本上只有四成 比進你五成 是跟新官有關的 那為什麼要一直做這些事情呢 嚇那些老人家 要求你們去打針 有沒有用不要緊 我想逼你們去打針 讓你難堪一點 好了 那為什麼有什麼例子可以證明 嚇到那些老人家很害怕呢 就是3月8日 我想大家都聽過了 3月8日 有一位長期病患的老太太 知道自己患了新官之後 就離家出走 那很短時間就在公廁裡 發現他自己上吊死了 你不要告訴我 跟這個新官沒有關係 他是剛剛證實了陽性 然後離家出走就吊死了 那為什麼呢 一來他是有些長期病患的 或者是一些老腿化 二來就不會剛剛患了新官 才吊死的 那主要是什麼呢 怕惹到家人 政府說得很嚴重 那其實很多老人家康復就沒事了 基本上 那這些就是政府傳媒的壓 就是傳媒的威力 傳媒很大的威力 但是是錯誤的傳媒 好了 第三個就是 之前我們說過的那些 伊麗莎白醫院那些 絲袋和老人家病人 一起的照片 這些照片怎麼會流出來呢 那就是簡單說 他在政府裏面有很多人不滿林鄭 對不對 那他就最後一擊玩殘你們 報復你們 你們現在等我難堪 對不對 那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7月1號領導人是來不了香港的 7月1號領導人是來不了香港的 因為7月1號 基本上一定還有疫情的 香港有疫情呢 我們習主席一定不來 那到時是不是習主席呢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兩個就在那裡死拖爛拉 好了 打復必泰是不是必定有效呢 其實這個已經無需要再爭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是打了三針的 照中 一樣照中 那跟他家裡沒有打針的 年輕又有 老友有 相比所有症狀一樣 完全一樣 就是打完就等於沒有打 一樣 那另外這個也不是重點 最多當你沒有打 那大家可以上網看 已經是上載了去這個FDA網站 關於輝瑞講這個復必泰的副作用 那我自己看到有些個案 就是其中一個副作用呢 就是誘犯這個心肌炎 誘犯這個心肌炎 那當然是你本身有的 但是它是誘發了 那另外我見到一個女士就慘了 有一位女士呢 她打了復必泰之後呢 誘發了什麼呢 甲狀腺 那大家知道女性呢 很多時候都有甲狀腺 但是甲狀腺分泌一嚴重的時候呢 你的心跳會很快 那它快到怎樣呢 快到每分鐘二百下 回不了工 回不了工 他在家裡坐著也二百下 那跟什麼呢 跟以前李連傑一樣 二百下心跳 那要怎樣呢 吃藥 但是吃藥是很辛苦的 那有可能要做這個甲狀腺切除手術 但是甲狀腺有些用的 它不是沒有用的 你不可以全部切掉 所以現在是很麻煩的 是已經在家裡不能上班了 所以問題就是 它又不會理你 總而言之供你打 這個在昨天 在我們的中國民心留言 已經有讀者是吵得很厲害的 那怎樣呢 媽媽怎樣呢 婆婆怎樣呢 老爺怎樣呢 小朋友如果一歲兩歲的話 那如果他傷風咳的話 就不能看醫生了 因為他還沒打針 那你是不是叫過幾個月去打呢 對吧 香港人要頂到多久呢 我估計呢 就頂到五月八號那天 因為五月八號 就應該已經選出新的特首了 那你選了新的特首之後 其實是馬上交接的 因為已經沒有時間了 大家看到之前 特朗普已經是 一選到就怎樣 喂 走啦大哥 麻煩你走啦 麻煩你交接啦 所以大家香港人 應該就忍到五月八號 所以你看到他 將那些所謂 玩殘香港人的措施 就馬上擺出來 先擺出來 將那個疫苗通行性 提早到五月三十一號 本來是六月三十一號的 即是他知道自己是沒有的了 盡量將那些 有那麼玩殘香港人 得那麼玩殘香港人的措施 即時實行了 因為五月八號已經不是去持續 當然五月八號之後 他可能都在玩東西 但你玩東西你就死得懶寒 其實他現在滑了出去 他知道他自己將來很悲慘 他自己都知道 其實他不能做全國政協的肯定 他收了皮之後 就在香港或者國內 是吧 即是跟我們香港人 普通人一樣 那四個G4 其實就是 即是我們叫什麼 監視你的 那些G4 我想現在曾蔭權那些G4 都是監視你的 他是全部監視 現在在禮賓府裡面 全部都是監視 共產黨是這樣 不會給你 我看回以前 那些美女廚房 你看到Angela Baby那些 有個人跟著的 你看回 我看回以前那些 美女廚房那些 有個人跟著的 那些什麼人呢 共產黨 他怕你亂說話 有個人跟著你的 你想一下 Angela Baby 喂大哥 他是什麼 他只不過是一個藝人 也有個人跟著 你想一下他會不會有 香港人頂到五月八號 頂到五月八號 應該已經他無權 立即就要交接 但是這些措施 有沒有機會 在六月底之前 取消呢 應該就沒有 除非阿爺出手 但是這些阿爺又未必理 所以大家盡量頂 沒辦法 希望阿爺可以出聲 好像梁萬年那樣 一出聲就沒有了全民檢測 但是我是不是這麼悲觀呢 未必 因為如果鬼佬出聲 阿爺就一定不會出聲 但是鬼佬不出聲 那就不好意思 阿爺就未必會出聲 情況就是這樣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今天是星期二 祝大家 星期二愉快 我們下一集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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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